白夜安排得快,仅两月时间就定了迎娶十日,西海水军几乎拿了全副家当来迎娶清秋女军,只是凤九今日泛起倔气,不穿清秋准备的郑红洗服,这事难坏了她阿娘和胡侯,奈何拗不过她,只能命人用仙法临时赶制了一身暗红色的。 西海迎金队伍一到,凤九就将盖头盖住,等那个安人寒暄罢,还是同样的画笔场面,白真敲声问哲言,今日,不真的东华帝君在九重天上,作何感想,总不会派私命送贺礼来吧? 哲言一笑,你太小看帝君了,白真还欲问,当时就被不知打哪儿飞来的巴掌大的紫檀木宝塔砸住脑袋,宝塔直飞向凤九,停在她面前,白真惊道,还真派人送礼来了? 一转眼,来的不是私命,而是莫约上神,那是何等的威仪,战神法向庄严走到凤九处,看来,你是我命定的徒弟了,昆仑须竟和青秋如此有缘,凤九一头雾水,惊掉了半个下巴,您是说,我成昆仑须弟子了? 不错,昆仑须说弟子,都由天元而定,如今这定心塔飞着你处,就证明你是我命定的徒儿了。 定心塔?折颜绕有意味的一笑,白亿上前,沉默木宝上神抬爱,只是小女正要成婚,不如等。 蝶峰是我大弟子,如今凤九是为小徒,至于其女子之身,万年前已在白锦处破了戒,无需顾忌,而昆仑须有门规,同门师兄弟,不得成婚。 今日,我只好说,您二人无缘了。 听沐渊如是说,白亿心想,反正要找个由头,让凤九和东华的念缘断尽,不能再让小九受伤,送去沐渊处历练,也不是为一个好法子。 况且东华安定,就算有事,也可随时送去昆仑须,交给凤九处理,当场就隐了。 由于对面的是沐渊上神,这样一出插曲,谁也不敢多言。 胡帝与折颜想的是一路,顺其自然,就由凤九随沐渊上了昆仑须。 西海水军也只好一甩袖子,一闭眼一跺脚,回了西海。 昆仑须上,凤九办了诗,他对沐渊是十分的感激,但沐渊坐定才交代凤九。 因为我前些年还说过一名徒弟,你排位十九,从今日起,你便是昆仑须第十九弟子,需谨慎历练,早日飞车上仙。 又是九啊,凤九,十九,凤九喃喃自语,摩渊心想,白家这姑子俩这点倒是很像。 怎么了,凤九。 没事,师父,凤九谨遵师父教会。 凤九此刻满心欢喜,但又想起一茬。 师父,蝶峰师兄以后也在昆仑须,我…… 无妨,蝶峰专业于修炼,是个无心风月的孩子,你与他以后只是同门之仪。 什么?凤九在家去西海之时,被收去了昆仑须? 凤九,凤凤陷陷陷从座踏上摔下来。 正是,现在这海都传遍了,也就莫英上谁能去迎娶之力上抢人。 成语在一边得意地说,并没有注意到凤凤听到莫英二字后瞄懂的神情。 妇人之剑,你只看到了表象。 鱼卓。 鱼卓业。 对,林宋一年鄙视,摇着扇子走远了,白浅听闻后总算输了一口气,打趣得一环埋怨。 这小丫头的倍分越来越高,先逝成我地位,如今就又成了我的同门。 她在昆仑须,一定不如你。 夜华随口又是一流情话,又说,老天军那处,我去说,你可宽心。 白浅报喜小团子。 娘亲的师父啊,今日救了你姐姐凤九脱离古海,改日我们去拜会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